如果你说说未必这么快 大家的忧虑就会舒缓到 如果调整,如何判断美股差不多调整完呢? 还有如果在执政方面,有没有什么要留意呢? 如果调整完的话 要去突破,如果那个图表上来看 要去突破9月下来的下降季先 暂时其实还是在这个边缘 当然这个可能你拉得长来看,其实是向上 或者真的长线的角度 未必真的那么要去担心 但是如果你说现在这个走势上 我们就未必会去估个底绝 大约如果可以,最理想来看 就是突破一个,你可以画条线来看 或者最简单就是突破一个前顶的阻力 才是叫做升穿下降季的 那如果是纳指为例,就是15,000左右 那现在是14,500附近的 那就是其实突破回上去 那你见到它那个走势转回向上 才可以说是叫做短期内有个机会是调整完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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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